请走一带一路讲述华人故事 今天我们来到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今天我们有幸见到了爱沙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石铁勇先生 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还经营了一家旅行社叫波罗的海印象国际旅行社 同时还有一家餐厅 他的创业史也可以说是大家学习激励大家前进奋斗的一段历史 今天我们就聆听他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 黑龙江人 黑龙江姆南江 您是怎样的机缘 是哪一年来到这里的 我要说呢 我是92年上俄罗斯圣北德堡上学 我们去的时候叫林宁格勒 刚解体那年去的 学完洗以后呢 回到东北 我是04年到这里来的 上这来 在这呢 我们现在有一家旅行社 一家餐厅经营 主打还是国内居行社团到我们这来 领略一下波罗的海沿岸的风光 埃沙尼亚是最小的 但是经济是最发达的 被称之为波罗的海之虎 人口130多万 136万 所以说这些年来以后呢 咱们中国的大量的旅行团到这上这来 我们参观旅游 我们同时旅行社也给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 埃沙尼亚这个国家呢 很小 人口面积呢 人口是136万 面积四万五千平方公里 它是三面环水 一面环水是靠着海 埃沙尼亚国家呢 它是一个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 它独立出来以后变成了埃沙尼亚的国家 2011年加入欧元区 同时并用北欧加入欧盟 是这样的 这个国家呢 总的来说呢 跟前苏联还有前斯万的关系 你看我学的俄语 所以说到这个国家来讲 俄语还是比较能唱空无阻的 因为这个国家有28%到30%是俄罗斯族人 整个波罗的海三国 埃沙尼亚 拉特别亚 立陶宛 正好 像一个镶嵌在波罗的海的明珠一样 像镶嵌的皇冠的一个明珠一样 您来那年埃沙尼亚的旅游业怎么样 埃沙尼亚旅游业其实啊 还是跟着中国的旅行 是有着前世段里的关系 最早我们接触的都是从欧洲来的团 大量涌入埃沙尼亚 而且我们埃沙尼亚有着先决的条件什么呢 因为跟着芬兰 隔海相望 因为客人来到以后呢 他可以当天从赫尔辛基过来以后 坐船两个小时到我们这来 我们提供服务以后 在塔林转一圈以后 他当天能返回赫尔辛基 我们占有这个得天独户的条件 如果他延伸到拉特别亚 立陶宛 他当天回不去 所以说增加了大家的费用 我们埃沙尼亚有这个先决的条件 因为一说埃沙尼亚大家不太清楚 但是提到赫尔辛基 提到北极村圣大老人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大家到这来以后顺道坐船 到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埃沙尼亚是中世纪的古城 现在网上流传有话什么呢 叫说塔林若不动人世间再无浪漫 一生一世一塔林 就是来自我们塔林的这种景观 中世纪古城的老景 可能今天大哥你也去看了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景点 值得大家去讲 很精致 您在创卖旅行社 到今天大概接待了多少华人呢 这个很难说 很多很多 包括咱们国家领导人来 包括国内的所说这种高访团来 我们都提供服务 很难说 但是我们接触的 咱们国内的旅行社也好 客人也好 但是首先对我们服务都感到满意 在一个深深的为我们当地的风光 而感到震撼 因为这个国家48%都是森林覆盖面积 保持原有的状态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老城里可以说 随便照一张照片 一样的风景画一样 这个国家人特别少 一平方公里28个人 壁广人稀 那这块华人有多少 华人整个家一起来 150、60人 很少 这些华人都是从事哪些行业 他们最早是哪一年来在这里 最早据我了解来 其实我们也没有太早的老华侨 到这来 我到这来将近20年 应该是超过25、6年 最多30年左右 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的中国人 因为它体量很小 你说正规的这种贸易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贸易 但是旅游业这些年 确确实是通过发展 它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 爱沙尼亚它是以科技立国 咱们国家所说的Skite和中央软件 这是爱沙尼亚的发明 它这个科技是它国家的产部 被称之为欧洲的硅谷 它的Skite和总部就在我们爱沙尼亚塔利 就在这里 就像咱们微信的前身 交友软件的这种 所有我们就是说贷款也好 跟这种业务有关的 包括公司啊 报表全是网上的 这小国家就是以网络著称 我们成立一卡通 我们的签证卡带芯片的 所有用这个芯片 你无论什么上网啊 办贷款啊 孩子上学 所有问题都不需要去职能部门 全部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办 包括开公司一样 它都有这种就是Internet 都是这种网络公司 我们自己自己操作 就是这种 它属于科技范儿比较浓 在这边留学的人多不多 哪些行业 哪些大学做得比较好呢 咱们中国的孩子来首选 是塔利理工大学和爱沙尼亚英学院 不在这 他的最有名的大学 塔尔图大学 是在他的第二大城市塔尔图 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创造的 他也是就是什么呢 科伊莫拉集团 就是长青城联盟一个学校 符号学全世界第一 他是主打这种 他是一个 也是诺贝尔获奖者的母校 所有他的内阁高官 所有都是毕业这个学校 他这学校很牛的 就在他的第二大城市 包括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 也是坐落在塔尔图 他的第二大城市 让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疫情和战争对爱沙尼亚有多大影响 对华联在这里的生活有哪些带来不利的条件 说有影响还是有大影响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你看第一个饭店的营业 我们主要接触干旅游的嘛 我们旅行社也是国家不方法政策 我们的团过不来 我们一样 但是你说战争呢 这边我们感觉确实就是物价上涨 老百姓你说影响呢 我们也没什么太大 就是现在说白了就是物价 再有一个就是孩子们现在上学啊 就像以前 以前都在家里需要上网课什么的 整个我感觉不感觉 对爱沙尼亚影响整个欧洲都是这样 都是有影响 聚业力啊 在一个物价最主要是物价 一天一个价 我们现在也就是不敢说这个 尤其这种燃油 液化气 电 电照以前都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就是这样 那你们在这种拒迫的条件下 有没有感到生活特别困难 咱们华人 困难只能会有的 但是咱们华人呢 咱们中国人还是有自己自相不息啊 还得一点人呢怎么办 现在整个世界的气候都这样 我们也是一点点在克服的 反正是 自给自足是够了 自己家最大块也有 再一个当地人还比较喜欢吃中餐 你看我们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呗 咱们中国团不来了 我们的餐厅就得提升日常了 比如说我们主打一些 比如说当地人喜欢吃的烤鸭呀 我们打出那种系列呀 或者我们提供上餐服务啊 甚至我们可以说的 比如说老人过生日或者有这种过婚礼 我们都可以 还我们出师当地操作都可以 现在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当地来讲 他对中国人还是比较温和 他还是这样 当地政府老百姓对中国人都不错吗 都还可以 因为我们接触政府接触不到 都是我们这些员工啊 当地来讲都是比较友善的 都是有这样的 他也比较理解因为大疫情之下嘛都会这样 您还成立了爱沙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 华人华侨联合会在您成立之后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尤其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呢我们华华会成立的比较晚 因为19年我们开始成立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比较年轻 成立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就是积极的就是说配合 比如说当地的这种有关部门呢 或者包括使馆 有些跟我们任务啊 我们会完成 包括我们这样当地 咱们疫情期间 我们组织了比如说 全线口罩啊 提供疫情期间的服务啊 或者尤其是我们当地的华人华侨 比如说提供一些这种咨询服务 我们都会这样的 或者有的时候孩子们生病不至于说的买菜 他担心的已经等于不了解嘛 我们可以说的我们无偿的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服务 留学生提供一些就是这种说说送餐呢 或者帮我带买药品呢 提供一些服务 我们就提供一种像桥梁和纽带呗 我们毕竟我们在这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当地的法律啊 对当地的一些民情比较了解 尤其刚来的这些留学生不了解的话 我们会提供一些服务 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以免孩子们在这走弯路嘛 不包括在这来的留学生 比如回国啊就业的问题啊 比如说提供的一些 我们都会提前跟当地的部门谈 沟通嘛 比如说认证也好啊 或者给孩子们提供一些交通的 便利啊 或者提供一些服务 这样 您对远道而来的旅行团 我们来这里的留学生 我们来在这里居住的华盛华侨 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提示一下大家 其实啊总的来说 我们爱沙尼亚是比较安全一个国家 它针对中国人也好 对顿咱们家中也好 它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什么呢 到这来呢 它不要说晚上不要说太晚 一个人出去出去玩 尤其老城的有些就说咱们国内 所说这种就是 业恋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 尤其现在是这种疫情期间 大家的心态都不太稳定 但是我们这里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 出入啊 而且我们这里享受着全是免费的公交系统 无论是针对这种油轨电车 无轨电车公共汽车 针对我们当地人都是免费的 针对咱们外国人 我们有这种就是塔林通 就是公交卡 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行程 从冲入多少的钱 玩够以后呢 你可以返回去给剩余的钱再返回来 这些都是不需要你 都是到网上就可以订购了 都是我们要么说这种是科技利果 这小国家就是比较体量比较小 但是科技范儿比较浓 我们马上塔林就推行这种就是 现在已经推行的无人送餐 如果大家朋友们来像这种街上 看到很多小机器人 他自己会过红绿灯 会等红绿灯 这种小的像河一样送餐 这种慢慢呢 我感觉这两年会出行这种无人 售票公交车 也会在适应阶段 所以说塔林很小 但是呢 我们也欢迎咱们国内的所有的朋友们 到我们塔林爱沙尼亚来领略一下 波罗尼海洋的风光 您身居海外 祖国现在越来越强大 您在海外有没有这种感触呢 当然有感触了 你看我们从无论是从我们经营旅行社 经营餐厅一样 最大的感触呢 是通过08年奥运会 这些老外 我们跟起来所有的朋友以后 回到中国 认为到中国看完奥运会 和看完直播以后 他对我们态度马上就变了 由于我们家独打了烤鸭 他回到北京以后吃完的时候 我们家烤鸭不成龙了 这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但是这玩笑话 他就了解中国 他就通过奥运会开始 他认为中国现在很大 很强 包括这里的就是高官上中国访问节 到回来以后他看 就是在电视里说 说中国很大很大很漂亮 这种建筑啊 就是非常非常快 上上海啊 上上海去看这种 当时他们开玩笑说 因为波罗的海盐得抑郁症的人比较多吗 他们开玩笑说 如果这种人到我们去北京上海 看这种东西 他不会得抑郁症的 这是玩笑话 就说他们的人 他是地管人稀吗 人比较少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 强势 这些祖国强盛了 我们在外的华人华侨 也随便是感受到这种功能 尤其咱们国内所有时候来的旅行团 到这来以后 当地人也会第一个给当地会创收 是不是到这来我们旅行社啊 到这旅行团来也好 也一样 再一个到这来以后呢 咱们中国人速度都会提高 到这以后 所有人都是认为 咱中国人到这来的 第一个有钱 再一个呢 到这来中国一看 我们当地所有的东西 因为中国人到这来 所以你看我们老成的以前 包括我们老成有个 1864年有咖啡馆 158年咖啡馆 以前的老板是犹太人 他认为中国人 这么多中国人 到来说应见不暇 以前他明明他一个营业员是一个营业员 但是高峰时候他换了四个营业员来做咖啡 他是最自营兰的咖啡 金费咖啡也不贵 但是呢他就认为中国人人多了以后 对他来创收最早他是一层营业 但是随时这个咱们中国人来得多 毕竟中国人所有的流客来以后 他会给二楼三楼都开辟出来了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说白了我们中国人体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到这来以后我们就是感觉到 以前我们最早接触 比如说我们带团也好 到老城也好 看到中国人我们会主动的上前去打招呼 所以你还有提供什么服务啊 咱中国人叫 哎呦 你怎么是不是骗子啊 你怎么见 我说我们见的中国人很少很少 见的中国人像见亲人一样 但是现在来讲反过来 已经老成了几乎就是忘记的时候 每天我们成百上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这 这也说白了我们国家强盛了 让大家出来能领略不同国家的风光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俄乌战争又风起云涌 您对疫情和世界和平有什么希望和祝愿 哎呀 我们说白了还是希望世界和平 没有什么比世界和平 没有说老百姓安静立业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我也借助这个平台呢 就是祝愿咱们我们在欧洲的所有朋友 能够远离战争 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也同时祝愿咱们祖国更加烦用长盛 好 谢谢大家